网飞版三帖上线了 各位看官快来审判他吧 故事要从1967年说起 文化大革命期间 清华大学物理学教授叶哲泰 因在基础课中加入相对论内容 传播各本哈根诠释 大爆炸理论等原因而被批斗 最终成为皮带下的亡魂 其女艺文杰受到牵连 被发配到大兴安岭参加劳动 在此期间 一位记者找上他 知道他学识渊博 便送给他一本英文读物 《寂静的春天》 这在那个年代是尽数 但他还是小心翼翼的保管好 一有机会就拿出来看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人的接触越发平凡 懵懂得爱情也逐渐绽放 可好景不长 明良心的记者举报了他 派他沦为接下求 领导来嘘寒问暖 劝他揭发他爸的同伙 可他不确定文件上那些人是不是 不能昧着良心拒前 既然敬酒不吃 那就只能吃罚酒了 领导的翻脸 让他深刻体会到人性的恶 考虑到他在专业领域的能力 组织决定给他一次带最低功能机会 加入红岸基地 参加一个绝密项目 他很幸运 才来三个月不到 就能亲眼目睹一次发射过程 发射的不是导弹 而是信号通过一个巨大的雷达 向宇宙发射信号 探索外星文明 在这个过程中 无数女儿从林中惊起 在雷达附近盘旋不久后灭亡 之后的日子中 叶文杰全身心投入研究 一次偶然的机会 发现基地跟美国那边 在同一天监测到相同的电磁辐射 但基地这边要比美国那边晚13分钟 美国那边监测到的信号来自木星 而基地这边则来自太阳 从木星到地球用时38分钟 从木星到太阳用时43分钟 从太阳到地球用时8分钟 43加8等于51 51-38等于13 这说明太阳反射了木星的信号 而且还将其放大 强度也增加了近一倍 基地向宇宙发出的信号迟迟没有回应 很大可能是因为功率不够 或是覆盖范围内没有外星文明 而有了太阳这个放大器 就可以将信号发射到更远的地方 虽然等待回应的时间 可能是以年尾单位 但如果成功 将会让星际通讯技术上升一个台阶 他毫无保留地将这一重的发现 告诉总工程师杨卫宁 并准备向李正伟汇报 结果再次遭遇背叛 杨卫宁竟然把功劳揽到自己身上 他已经不是失望 而是绝望 本就残破不堪的心变得支离破碎 不过该方案没有被批准 毕竟要利用的是红太阳 而人民心中只有一个红太阳 在见识到人性的阴暗面后 叶文杰痛顶思痛 趁着再次发射信号时 擅自把雷达对准太阳 渴望外星文明来拯救丑恶的人类 时间来到2024年 伦敦发生一起惨案 专攻宇宙领域的博士 留下满墙的倒计师 然后与世长子 他不是第一个这么干的 近段时间有数名博士相继理事 而且都留下了倒计师遗书 这对科学界无疑是一场重大的灾难 大概一个月前 所有大型离子加速器 得出的结果都匪夷所思 打破了60年来的物理常识 让所谓的科学成为了笑话 而那些倒计师 只有几个别人才能看到 小奥很不幸的成为幸运儿 但他并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随着一位女博士的离开 他与世卫阔别很久的好友相聚 五人曾被誉为如今五节 可见都不是一般人 即便如此 也没人能解释出 他所看到的倒计师究竟是什么 那东西无处不在 只要睁开眼睛就能看到 烦闷的他去外面散心 结果被一位女士搭讪 他现在没这方面想法 然而拒绝的话还没说出口 整个人就愣在原地 女士竟然问他倒计时还有多久 虽然没准确的说出数字 但能推断出不到两千 想让倒计时停下的话很简单 放弃工作 关闭实验室 停止难民研究 无论他信与不信 明天是最后的期限 必须在午夜时分走到外面 抬头看看星空 整个宇宙将被他闪烁 女士临走前留下烟河 并提醒他 即使走到零 不会有好事发生 看着女士离去的背影 他捡起地上的烟河 拿出放在里面的小玩意儿 到了约定时间 他叫上黑仔去看星空 小玩意儿他已经馋过了 是早餐卖片的赠品 在1963年停产 叫黑仔过来 是为了做横向对比 看两人所看到的天空有什么不同 凌晨引道 钟声响起 两人惊讶的站起身来 竟然真的如那位女士所说 整个宇宙都在闪烁 黑仔突然反应过来 如此有规律的闪烁 应该是摩斯店吗 破解后得到一串数字 十 三十四 零六 五 四 三 最后一位正在不断变小 小奥愣了 这正是他的倒计时 全星闪烁的画面 被全世界目睹 并引发热烈讨论 但小奥现在没功夫思考 全星闪烁被神秘女士说中 那死期将这肯定大差不差 眼看倒计时即将结束 他根本无行工作 只怕这最先研发的纳米技术 会要惹自己的小命 他突然想起一件事 中国有句古话 使食物者为俊杰 于是立刻叫停项目的开发 神秘女士果然没骗人 倒计时终于结束 还没来得及庆幸 一位中年游泥男就找上门 他名叫视角 形势粗鲁 胆大心细 由于全球科学家不断衰减 各国领导人不得不重视 于是联手组建一支团队进行调查 他就是其中一员 根据小奥的描述 他调出监控查看 结果只有小奥一人 没有所谓的神秘女士 虽然从点焰的画面来看 确实有小奥之外的人在 但经技术人员检查 监控没有被动过手脚 小奥从他这里得知 看到倒计时的人有很多 但无一例外 都是全球顶尖人才 有的像小奥一样停止工作 捡回一条命 有的像女博士一样 跟倒计时一起结束 与此同时 牛津梦节之一的成景 得知女博士生前在玩一款游戏 只需配戴头盔 无需足迹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她戴上头盔 进入一个虚拟世界 首先是一个系统提示音 第一集 然后是NPC周温王和追随者出现 欢迎她来到137号文明 并下达任务 解开这个世界的秘密 第一步是前往不远处的金字塔 拜见驻王 现在是乱纪元 与之对应的还有一个恒纪元 在新纪元到来时 驻王会着急智者 预测太阳的运行规律 判断新纪元是乱还是恒 如果判断出错 整个文明将被毁灭 随着太阳升起 周温王立刻加快脚步 躲在一块石头下面 成琴紧随其后 随着阴影越来越小 周温王把追随者推了出去 在烈日制稿下 追随者缓缓变成一张皮 待危机解除 周温王缓缓走了出来 将皮卷好 交给成琴包管 这并不是死亡 只要脱水速度够快 皮就能完整保存下来 等恒纪元到来时 将皮泡进水里变个复活 这也是延续文明的一种方式 成琴大受震撼 让胖子也尝试一下 胖子的到来没人应见 只有一只虫子 没等胖子反应过来 系统提示音响起 宁未受到邀请 随后被一刀毙命 强制下线 那真实的感受 让他得出一个结论 这东西领先现在的技术 至少五十年 成琴突然有些担心 女博士生前沉迷这款游戏 说不定也是因此而死 胖子不信心 再次戴上头盔 不说以外 又被一刀勾后 胖子越凑越勇 继续挑战权威 结果还是一样 刚进去就死 没办法 只能换成琴来了 可万万没想到 刚回到家 胖子就收到新的头盔 还附得一张卡片 邀请他加入游戏 他兴奋的戴上头盔 皮肤与上次不同 也是第一集 然后是NPC出现下达任务 为了报仇血恨 他上去就是一拳 好在并不影响系统运行 他的经历跟成琴一样 半路遇到烈日 追随着脱水成皮 他兴奋的向五节之一的老师分享 随着老师却告诉他一个坏消息 检测出一线癌 第四集 只剩几个月可活了 另一边 成琴再次进入游戏 来到金字塔内部 看到朱文王在推测太阳的规律 他立刻指出问题所在 朱文王所用的是一经 只是一种占卜之术 没有科学依据 不符合物理定律 这个概念超出了朱文王的理解范围 直接选择武士 继续跟朱文王推进剧情 经过推演 朱文王得出结论 再过八天乱纪元便会结束 迎来长达63年的恒纪元 朱文王立即打开天窗 准备观测星象 成琴抬头一看 就一片星空而已 能看出什么 朱文王让他把手放在地上 这样能让时间加速 他乖乖照做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天象骤变 时间飞逝 果然如朱文王所说 又长达63年的恒纪元 朱王大喜 立刻下达命令 紧迫百姓 重现繁华 一张张人皮被扔下水 全部变为鲜活的人 成琴也照眸画虎 复活了追随者 然而好景不成 天色骤变 寒流来袭 成琴穿过层层人群 却就刚刚复活的追随者 身体接触的一刹那 追随者化为碎片 在风中凋零 刚刚复活的那批人 全军覆没 一个也没跑掉 血统提示音缓缓响起 137号文明在极度严寒中毁灭 不过曾经表现出色 与科学优于玄学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将进入第二级 任务是用科学拯救文明 与此同时 史强在调查中 找到一位关键人物 艾文斯 给多项反科学运动提供过赞助 科学家的死和群星闪烁 很可能跟他有关 早在1977年 俄亥尔朱利大学 探测到长达72亩的信号 因为当时的天文学家 都发出了哇奥的感叹 所以又被称为哇奥信号 据说这是外星人在尝试交流 但内容一直没有破译 当时全球只有两个地方受到信号 俄亥尔朱利大学只是起义 另一个是中国 而1977年的艾文斯就在中国 当时黄岸基地准备建立观测站 在选址过程中 叶文杰与艾文斯相遇 艾文斯在这里坚持种树 并拯救一种濒临灭绝的鸟 他与叶文杰有很多共同点 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 对人类彻底失望 只不过叶文杰的出发点 是人性的自私 他的出发点是人类对环境的破坏 之后叶文杰回到工作岗位 漫长的等待让很多人失去耐心 只有他在继续坚持 外星文明的回应来得很突然 没有一丝丝征兆 趁大家松懈的功夫 他悄悄完成破译 结果让他大跌眼镜 首先映入眼灵的是 不要回复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对方自称是和平主义者 要庆幸是他先收到的信息 切记不要回复 不然地球会被占领 但叶文杰已经对人类彻底失望 不顾对方的警告 毅然决然的发送回信 渴望外星文明的到来 时间来到2024年 又一位博士死去 使墙赶到现场 在保险箱里发现头盔 与此同时 伍杰聚集在胖子家 小傲上厕所时 伍杰发现头盔 戴上感觉一下 瞬间进入游戏世界 不等他反应过来 就被人砍了一刀 理由是没收到邀请 他立刻质问胖子东西哪来的 其实胖子也不知道 某天晚上回家 东西放在地上 家里到处都是监控 胖子查了一下 没发现任何人进出 承景也顺便打了两句 没有收到邀请 是无法进入的 每次进去都会被女见识看图 他这才知道承景也有 用的是女博士的 而女博士还有另一个身份 叶文杰的女儿 承景就是从叶文杰手上拿到的2K 他担心两人的安危 让两人别再玩了 地球上造不出这种高科技 而且这东西会入侵人的大脑 黑仔和他的看法一致 如果这东西能直接连接神经 就能控制所有感官的输入和输出 以此来掌控进出大脑的信号 比如女博士 此前行为怪异 不像黑仔认识的女博士 猜测女博士可能被头盔控制 为了两人的安全 小偶请求两人别再玩了 两人只能答应 结果转头就一起带上头盔 再次进入游戏世界 开启双人模式 又一见追随者 追随者记得每次是怎么死的 让成景快去见教皇 说不定还能救自己 教皇的要求很简单 说出太阳的运行规律 否则就杀掉两人 成景开始他的表演 已经多次对太阳尺寸和亮度进行测量 发现两者完全没有关联 其次还注意到 太阳相对于这个文明的位置 有时候会快速后退 而且还观察到 不止一个亮度超过文明的天体 有相对于固定恒星背景的移动 鉴于以上这些现象 只有一种解释 这个文明是三体星系中的一部分 当文明绕着太阳座稳定运行时 就是恒纪元 如果文明被另一个太阳的引力所捕获 就会在三颗太阳的引力范围内 犹疑不定 这就是乱纪元 话音刚落 教皇下令烧死成景 这时 屋外突然燃起熊熊烈火 追随者起码冲了进来 大喊着三日凌空 世界又毁灭了 胖子急忙拉着成景躲起来 大火过后 人全没了 只剩胖子和成景 女见识再次出现 宣布152号文明毁于三日凌空 但在这个文明中 成景成功接下了宇宙的基本协购 游戏进入第三集 这次两人来到商都 他们已经知道 自己处于三恒星系统之中 且无法预测太空中三颗太阳的运行 此次的NPC是大汉 身边有两个科学家 利用3000万士兵 计算出下一个乱纪元 将在三天后开始 然后持续八个月 将会迎来长达一万年的恒纪元 八个月很快过去 大汉以为他们躲过了乱纪元 直接把成景和胖子扔进锅里 这时天空骤变 属于这个文明的乱纪元到来 天上出现三颗太阳 相互叠在一起 下一秒 士兵们腾空而起 成景判断 这个文明受到三颗太阳的引力作用 才会把人吸上天空 今天成景又看见追随者 他使出浑身力气 还是没能将对方救下 幸好胖子拉着他躲进房间 这才躲过一劫 成景终于明白 他们要做的不是解决三体问题 而是拯救人民 这也是游戏的目的 伴随着乱纪元结束 女见识再次出现 宣布184号文明 会与三日连珠的引力叠加 在这场文明中 成景发掘了参加游戏的目的 接下来他们将进入第四集 幕后之人看到这些 将资料打印出来交给艾文斯 第六具有两名新的护选人 其中的女护选人 和年轻的追随者感情很深 这也艾文斯知道 吩咐手下邀请两人参加文文峰峰会 等手下走后 艾文斯开始和收音机对话 称呼对方为他的主 成景那边收到一封信 吉毛和胖子去信上的地址 见到了和小奥说话的神秘女士 对方很佩服成景 因为他想出了 母世界是三体系统的一部分 这点也有其他玩家想出 但只有他明白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不是这个文明 而是文明上的人民 至于两人的一些问题 在第四集中都能找到答案 戴上头盔 两人进入游戏 这次是一片荒地 女见识和追随者就在眼前 女见识向两人解释 三体的问题无解 没有电脑能预测三体的行为 因为天空有三个太阳 所以每个文明都已混乱构中 最终会有一场无法恢复的灾难 他们所在的星球会被撕成两半 或者被吸入一颗太阳里 又或是被抛到太空 永远无法恢复 因此他们唯一的生存机会在别处 几十年前接到地球的邀请 就知道该去哪里了 他们建立了一支心理舰队 由一千艘飞船组成 是9478号文明最后的希望 正在来地球的路上 没错 他们是三体人 最先联系他们的是中国人 也是他们创造了这款游戏 和地球人分享他们的故事 胖子不信什么三体人 留下头盔直接离开 女人交给城景一个邀请函 他们要举办一场峰会 邀请世界各地第四级用家参加 希望城景能够参加 胖子回到家 打开电脑一看 没网 手机也没信号 带着手机上楼寻找信号 结果遇见那个神秘女士 对方二话不说 将胖子推到玻璃窗上一刀通死 然而在外监视的石墙 却没有看出任何断捻 胖子的尸体很快被警方发现 众人迅速调查监控 里面没有其他人的身影 小奥觉得凶手是神秘女士 就像上策一样 把自己从监控中删除 史强的上司警长 突然提起女博士 招募了五个天才盗牛筋 还提到一封邀请函 上面有三个圆圈 城景好奇他怎么知道 怎么知道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城景也有一封 去不去全看城景 可以不去 也可以选择去 帮警方将凶手接纳归案 这城景得好好想想 另一边 主告诉艾文斯 敌人知道了峰会的事 也知道了艾文斯的位置 现在正看着他 不过他不需要害怕 主会保护他们 他跟这里的人都不会出事 有了主的保证 艾文斯这才放下心来 和主聊取了小红帽的故事 主不太理解 觉得这个故事 是一个关于骗子的谎言 然后问艾文斯会撒谎吗 这没必要隐瞒 会 在主看来 说谎的人说的都是假话 因此不能被信任 提出要好好考虑 他们之间的关系 等艾文斯再次呼喊主时 主不再回应 其实主所说的敌人 就是警长和使枪 警长早已盯上了艾文斯 已经定位到他船所在的位置 承锦经过警长的洗脑 答应去参加峰会 按照神秘女士的要求 到达这个地点 然后乘坐对方的车 来到峰会现场 遇见了神秘女士 警长在他身上装了监视器 将会场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 这时 助手请出峰会的创始人 竟然是易文杰 承锦震惊不已 不等他缓过身来 易文杰就开始演讲 年轻时亲眼目睹祖国四分五裂 经历家破人亡 被送到地狱般的地方 看到人们不经思考 就相互撕成碎片 致彼此与死地 现在这种情况仍未改变 不过他们并不孤单 四光年以外的三体人 也就是他们的主 正在急速飞向地球 要来和他们分享知识 教他们如何生存和发展 但是三体人得400年后才能到达 在此之前 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 必须为三体人的到来做好准备 正说着一声巨响传来 大门被炸开 警察全副武装闯了进来 易文杰让大家不要反抗 如果事情真的发生 就是主的旨意 众人在易文杰的安抚下 纷纷蹲在地上 警察将成警递漏起来 准备带其离开 结果被神秘女士看到 对方二话不说 开枪射杀两名警察 现场顿时乱作一团 易文杰纹丝不动地坐在台上 混乱中 神秘女士对成警开枪 幸好使强及时赶到 这才救下成警 暴乱最终被警方控制 神秘女士趁警察不备 顺着草丛逃走 成警接到老师电话 劫后卫生的他 向老师讲述了一件事 关乎他们牛津五杰 以及所有人 时间回到1982年的伦敦 易文杰约艾文斯见面 时代已经改革 易文杰逃出了基地 这次来伦敦 是参加一个天体物理学会议 一切都在变 艾文斯不禁感叹 本以为自己会在那座土房里 度过卫生 拯救那些濒临灭亡的物种 没想到返回国内 他算是知道了 想要对抗权力 有时必须先拥有权力 易文杰同意这种说法 之所以找艾文斯 是想告诉他一件事 已经发出求救信号 让外星文明来拯救人类 两年后 北大西洋上飘着一艘豪华邮轮 易文杰和艾文斯乘直升机来到这里 这是艾文斯搞的研究基地 为什么选在船上 因为这里没有国界 不谈政治 信息传送中心弄好了 上次易文杰花了八年时间 才收到三体人的回复 这次估计还要等待 其实不用 三体人一直在联系他 当初收到他的信息后 还没回复 他就离开了基地 艾文斯要告诉他的事 三体人马上就要来了 听到这个消息 他兴奋不已 为三体人的到来做准备 这一准备就是几十年 现在被抓 他没有任何怨言 只觉得是三体人让他被抓 警长根本不知道三体人的能耐 无论警长做什么 都无法阻止三体人的到来 史强想知道易文杰为何招募成警 没什么特殊原因 只是对方年轻有味 能替自己实现大计 还有一点史强很好奇 他们是怎么和三体人联系的 据史强所知 三体人发出的信号 船到地球需要四年 如果艾文斯待在船上是等回复 完全可以等快到时间了再去船上 这样看来 他们还有更快捷的联络方式 易文杰没有否认 人类做不到超光速通讯 并不代表三体人不行 得到有用信息 史强立刻向警长汇报 如果易文杰的话属实 据凭对方和艾文斯 对三体人恭敬的态度 艾文斯肯定会保存聊天记录 只要能找出硬盘 就能破坏三体人入侵地球 这本来是拯救人质的行动 结果人质不相信警方 研究行动也就难上加难了 艾文斯的根据地在他建的船上 他给船取名为审判日 对他来说 那里最安全 所以硬盘一定在那上面 可船上有超千人 都是三体人的死忠粉 登船根本不可能 出动军队 先不说双方血流成河 万一狗急跳墙 他再毁了硬盘就糟了 放毒气吧 床上通风口太多 达不到效果 两人想了多种方案 最终都被封定 突然 史强想到小奥的纳米技术 纳米纤维人眼看不见 可以不动声色地 对船只进行切割 他急忙找到小奥帮忙 并讲清集中原委 在拯救世界和自己的生命面前 小奥纠结良久 最终还是同意了 两人来到公司 启动纳米控制程序 等待过程中 小奥紧张不已 生怕生命倒计时再次出现 意外的是 倒计时没有出现 他激动不已 终于摆脱噩梦了 这个现象是在说明 艾文斯被三体人抛弃 随后 他跟着警方去完成任务 几天前 警方就收到消息 审判日预约了巴拿马运河的船位 只要在船只途经地设下埋伏 就能轻松几个船只 拿到硬盘 稍后埋伏后 警方撤退到移民地点 通过监控查看情况 等待船只进入埋伏圈 立刻开始行动 此刻 船上的人还不知将要面临什么 审判日刚接触到纳米线位 船上的人和物都被分割开 一时间残叫连连 艾文斯听到动静出来查看 意识到情况不对 急忙跑到保详柜 拿走硬盘 想着到安全窝躲躲 可是不等到地方 就被送上些天 审判日颜散落成件 小奥看着满地残肢 心里万分痛惜 警方没时间考虑这些 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硬盘 好在一切顺利 拿到硬盘后 急忙送回去分析 两周后 依然没有破解 市墙都急了 想要把硬盘砸开 看看里面有没有线索 硬盘一旦被毁 就一了百了 黑仔可不惯着他这个毛病 让他在一旁老是待着 幻音未落 就来了个惊喜 硬盘自动打开 里面有个文件格式是黑仔没见过的 应该是重要内容 与此同时 警长还想从艳文杰口中套些信息 可对方能说的都说了 对于主抛弃他们这件事 他也不理解 但没关系 他还是相信 主是来拯救人类的 如果对方是来拯救人类 为什么要害那么多科学家 这个他回答不了 无论警长怎么说 他都要坚持自己的信仰 警长气得放出狠话 一定要把三体人一举见面 随后拿出手机 播放艾文斯和主的对话 让他了解三体人的真面目 以及对方的态度 相信这番话会使他信仰崩塌 事实也确实如此 当他得知主因为谎言问题放弃他们 心中万分悲凉 另一边 硬盘被破解 警长立刻找到成绩 因为他们发现了更高维度的东西 以及一个叫质子的人工智能 希望从对方这里得到答案 成绩得知情况 邀请警长进入游戏寻找答案 刚进入游戏就看到你见识 警长开门见山 直接询问对方有什么企图 其实这一切计划都是三体人 为了阻止人类发展 人类在地球上生存超十万年 从开始转型工业需要的一万年 到进入电脑时代需要五十年 人类的智慧在成倍增长 研究项目所需的时间不断减少 而三体人来到地球需要四百年 到那时 人类早已超越他们 他们的舰队自然会被摧毁 人类也会为了斩走竹根 去摧毁他们的世界 为了不让悲剧上演 必须阻止人类发展 而最好的手段就是入侵人类的思想 还有摧毁可能威胁他们的科学 为此他们制作了质子 他们现在利用技术打开那些高维度 召集了巨大的能量 将其集中在质子上 当他们展开更高维度时 小小的质子也能成为巨大的物体 他们还创造了和世界一样大的大脑 可随时兼顾人类 即使隔了四光年 转共人类的动态也不受影响 质子被送到杰出的科学家那里 摧毁可能打败他们的科学 以后在人类的世界里 宇宙永远是谜团 而他们也会给人类展现奇迹 而非真相 用幻象包裹地球 让人类看到想看到的 或者他们希望人类看到的东西 质子无处不在 目的就是让人类重新感受恐惧 听到这儿 两人SID赶紧拖下图黑 朝思周查看有无可疑物品 就在这时 电子设备全部出现乱码 没两分钟 大家手机上都收到一条信息 你们是宠子 不等众人反应 天空突然变暗 没一会儿又出现一个巨烟 将三体人前往地球攻之于众 持续引发全球性恐惧 数以万计的人们走上街头 打砸枪梢 许多国家部署的军队 试图平息动漫 但不是所有人都感到恐惧 还有少部分人欢迎外星人的到来 甚至兴起崇拜三体人的新宗教 自从被主定义为虫子后 叶文杰一言不发 史强找来城景攻略他 他身处当年的背景下 只想创立一个新的世界 一个能够拯救所有人的世界 但三体人发现了人类的真面目 人类会撒谎 会隐瞒真相 他们无法理解人类内心的黑暗面 无法与人类共存 即便如此 他还是愿意孤注一掷 让所有人走上他预期的道路 史强想了解女博士为何自寻短剑 原来是他的意识疏忽 他给艾文斯发的信息 全被精通电脑的女儿发现 之后便毫无征兆的死去 连锋遗书多命留下 另一边 警长及其诺贝尔奖得主 建立保卫人类组织 计划如何打败三体人 既然三体人派质子了解地球人 他也可以发射侦察探测仪 拦截三体人的舰队 并了解三体人 但问题是现在已有的技术 无法赶超三体人 探测器的速度 连光速的1%都达不到 恐怕等遇到三体舰队 人家已经到家门口了 他只好找到成井探讨难题 如果成井能想出解决办法 就到组织中提出方案 成井不复所望 如约而至 他借鉴一个物理学家的核脉冲推进 用航天器安置1000个核弹 等距分布在地球到三体舰队之间 探测器由辐射帆推进 每经过一枚核弹便将其引爆 每次爆炸都会增加探测器的推力 1000次之后就会达到1.12%的光速 虽然有资金困难 还违反了多条核武器条约 但井长认为值得一试 这是第一个能在他有生之年 将探测器速度达到1%光速的方案 并为这个方案命名为解体计划 计划中所需的辐射帆 只有小奥可以设计出来 但小奥经历船只切片事件后 内心愧疚不已 不愿为井长提供帮助 此日小奥终于相通 为了大急着想 他要为成井实现目标 但计划出现问题 在炸弹的作用下 探测器无法减速 与三体舰队以相同的速度相向而行 他们只有几纳秒的时间来获取信息 况且质子还在 三体人已经知道他们的计划 届时一定会摧毁探测器 井长丝毫不慌 因为探测器中存在的不是相机 而是一个人 三体人为了研究人类 一定不会摧毁探测器 在井长的指示下 叶文杰即将释放 他可以去任何地方 但每隔四小时要报告一次行踪 另一边 爱恋成井的老师 不愿就这样摸摸无闻的接触死亡 想为成井做些什么 决定买下一颗恒星 起名为小井的星 离地球401.5光年 这意味着那颗星球现在发出的光 抵达地球要花400年 正是三体人到来的时间 星球是红色的 肉眼可见 成井一抬头就能看见 明白那是自己的星星 对于这件事 老师不准备告诉成井 也告诫黑财报秘 成井收到快递 是群星计划出去的证书 证明恒星的所有权属于他 他不知道是谁送的 也不太关心 现在更重要的是对抗三体人 但计划出现疏漏 探测器光速1%的速度行驶 想要抵达三体人的舰队 会花费200年 里面的人可活不了那么久 所以需要延长生命的方法 也就是人体冷冻技术 把人体的细胞活动减速1000倍 从而延长人的寿命 该技术已经初步成功 在黑星星上取得明显功效 警长决定冬眠 并成立冬眠中心 他计划一年小一周 处理好事情后继续冬眠 如此反复400年 之所以这么麻烦 不培养接班人 是因为警长很自负 要执行一项重大计划 地球上非他不可 因为他有前进的动力 而且会不择手段 小奥也开始工作 负责探测器的翻 翻要用纳米纤维来制 这正是小奥的专业 但小奥很难全新投入 还是很有疑虑 成井觉得现在没有选择了 冬眠接触的出现 意味着400年很快就能过去 如果现在不努力 未来的人们就没有选择 现在这么做 是为人类创造未来 小奥不为所动 劝成井别沉迷于宏大许实 那些底层的普通人 永远不可能有未来 就算未来有逃亡的船只 也没有上船的机会 截梯计划遇到新的问题 冬眠设备最近也重达一吨 正好达到探测器的最大载荷 如果再载人 技术上做不到 警长想了办法 只保留人的大脑 这样重量就能达标 而且三体人技术高超 一定能将人救火 如果计划顺利 人类就能有个内应 小奥很惊讶 这意味着杀死一个人 成井也吃了一惊 警长不以为然 对虚空中的质责喊话 三体人了解人类的一切知识 但不了解人的感受 这一切都藏在人的大脑中 他会送一个聪明人过去 这个人理解地球上的一切决策 还懂得物理学 化学和火箭科学 这个人必须心甘情愿 将自己的头切下来 所以只能找快要死的人 他的第一人选是得癌症的老师 对此小奥坚决反对 但他振振有词 解体计划对人类很重要 哪怕计划失败 也能让人类推进技术 低温技术 材料技术 跨越两个时代 现在需要的是一个理由 能让项目继续 那个被送去的人 就是最好的理由 如果能成功 就能在三体人到达地球前 掌握更多的信息 可就算老师能掌握信息 也无法传递回来 他相信老师 一定能想到办法 虽然质子监控着地球的一切 这话也瞒不过三体人 但三体人的质子再强 也无法知道人的大脑在想什么 这是唯一的破局之道 他决定依靠这个原理 制定一个面壁者计划 小奥再也无法忍受 决定离开这里 不再为警长工作 还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 送给最需要的人 他把所有的研究资料 在十几个开源平台公开 还制作了避免侵权的教程 以避开公司的起诉 做完这一切 他送给老师一瓶酒 然后离开英国 不知所踪 此时陈锦劝老师别去 他特别想去 解体计划没有别的人选了 他是最合适的 他一直很想和陈锦共事 这次就是机会 陈锦再三劝阻 他一致补助 对陈锦表白 接受了陈锦的建议 不去了 警长不知道 让他签忠诚协议 保证忠诚于人类 视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 他决定不签 他对人类没有忠诚可言 之所以答应 是因为快死了 如果三体人比人类更优秀 那为什么还要忠于人类 就算三体人想杀光人类 他也不想阻止 他只愿意对陈锦效忠 警长很不满 却认为他是最佳人选 陈锦很不理解 警长解释 只只能听到一切对话 就因为他这样想 三体人才会接收他 陈锦感觉弄巧成拙 与此同时 史强的儿子不甘寂寞 成立了一个逃亡基金 主要募集资金 建造飞船 到时趁机逃亡 基金就像养老金一样 每个月存点钱 到400年后就能登上飞船 史强特别吃惊 觉得很不现实 此时老师面临选择 需要同一五次 才会加入解体计划 这次陈锦不在 黑仔陪着他 陈锦还在工作 解体计划进行得很顺利 会在几周内执行 陈锦此时才知道 那颗星星是老师送的 急忙去找老师 黑仔也劝老师解释 他会在黑暗冰冷的宇宙中流浪 既没有死 也不算火 更糟的是 如果被三体人捕获 为了了解人类的信息 三体人会把他复活 进行各种实验 到那时 他会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 他不为所动 按下第五次同一键 等曾经赶到 老师已经被拉走 头已经被放进龙洞罐 另一边 逃出升天的神秘女士 说到质子的话 他觉得自己是只虫子 但质子却说他很重要 现在有个新的计划 需要他去执行 此时叶文杰来到红岸基地 那里早就有人去楼空 发射器也摔袖不堪 他想起那时的场景 正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却被神秘女士阻止 两人互相安慰 一起观看了日落 小傲离开后 黑仔又重新开始一夜情 他不关心四百年后的世界 也不打算要孩子 就他现在这样 根本活不到三体人的到来 正说着 他被滑板撞到 路边突然穿出辆车 将一夜情的对象装死 史强告诉他 这一切不是巧合 他之前见过叶文杰 三年后叶文杰就死在中国 车祸也不是意外 检查肇事的车辆 发现处于自动驾驶状态 应该是被入侵了 目标就是他 现在问题在于 谁做了这件事 为什么要除掉他 史强让他换上防弹衣 带他坐上飞机 也不告诉他目的地 他注意到有飞机护航 更是感到奇怪 一路上皆被森严 他来到联合国 参加行星防御理事会 第四次会议 秘书长宣布了一项自卫计划 名叫面毕者 质子虽然无处不在 但还有个弱点 无法探测人类的思维 联合国根据这点 选出三名领导者 这三人依靠自己的思维 制定战略 不和外界进行交流 直到计划最终被执行 面毕者将被授予更高的权利 在联合国面毕法案的规定下 能调集地球的所有战略资源 为了保密 在计划的执行中 面毕者不必解释自己的任何行为 第一位面毕者是将军 将军是一名军事史专家 大名享誉全球 而且多次和平解决了战争冲突 第二位面毕者是教授 曾极大的打击了恐怖组织 并多次异弱之设 战绩辉煌 最后一位就是黑仔 牛津的物理学家 他都惊了 以为自己听错 在旁人的提醒下 他慢慢站在台上 神情都有点恍惚 他觉得搞错了 为什么选择自己 秘书长没给出理由 因为地球处在质子的监视下 这个原因不能说出口 他觉得很荒唐 没有任何人征求过自己的意见 也没有任何说明 就这么赶牙子上架 理由很简单 一旦告诉他 他就不会来 所以才隐瞒 他果断拒绝 放弃面壁者的身份 秘书长眼不劝 只说懂了 现在他可以做任何事 他大步往外走 拒绝了史强的保护 秘书支持他的一切决定 认为这是面壁者的权利 他很是得意 结果刚出门不远 就遭遇了枪击 还好他穿着防弹衣 只是断了一根利骨 史强很自责 自己本该保护好他的安全 他不怪史强 听到凶手被逮捕 立刻想见凶手一面 另一边 城景换头换尸 因为他的计划 老师的头被放进冷藏罐 却执行一项未经测试的任务 截贴计划的成功率很低 要控制辐射帆在精准的时间展开 而且探测器的航线 要和300克核弹精准交错 时间地点都不能有分毫无差 成功率几乎是零 与此同时 凶手很关心黑贼的伤势 他自然没事 凶手很后悔 为什么没打中他的头 这样就能完成神圣的使命 他想解释 已经辞去面壁者的职务 凶手不信 认为这是策略 他有点激动 为了一个外星人 去杀害一个从没见过的人 到底是为什么 凶手只回了一句 这是为主而战 他无可奈何 和身边的人沟通 一个是石桥 负责他的安全 一个是秘书 负责他与行星防御理事会的联络 他反复确认 自己拒绝当面壁者的事 已经被公知于众 可秘书还是待在那里 等待他的下一个命令 他算是明白过来 现在已经无法自证 所有人都把拒绝当成策略 到底是不是面壁者 已经不重要 重要的是别人怎么想 三体人怎么想 但他还想知道 为什么选择自己 地球上有80亿人 为什么偏偏是他 秘书长也不知道 真正的原因 要他自己寻找 至于间接的原因 适当的时候会告诉他 只能说选择他 是历史上最大的冒险 希望最后能值得 事与至此 他决定利用这个权利 去看看老师 另一边 神秘女士收到一个东西 还是之前的头黑 他欣喜的戴上 解体计划正式开始 所有的准备已经完成 警长最后同意了 城景的要求 在探测器中 装上几袋种子 有小麦 玉米 青豆 辣椒 火箭正式启动 向着宇宙进发 慢慢的消失在天空 城景面色紧张 黑仔也来到这里 火箭进入轨道 还有几个小时 黑仔和城景在海边闲聊 他猜出找自己 当面壁者的原因 不过想到质子 他没说出口 另一边 小奥在墨西哥的平民区 推广自己的纳米材料 这种材料能过滤一切水中的 有害物质 只要装上这个 就能减少村子里的瘧疾 此时黑仔打了电话 不过他没接 解体计划进行到第一阶段 推进器成功弹射 辐射帆正常打开 没有偏离轨道 现在就是核爆加速 在一次次核爆中 速度在不断提升 众人正要高兴 辐射帆的一个步检脱落 探测器偏离预定航线 解体计划至此失败 探测器飘向冰冷的太空 最后消失无踪 在六千多年后 经过下一个航行 再过五百万年 会飞出银河系 另一边 面壁着将军的手下 负责多面接触的老头 收到了质子的连线 老头很得意 说明将军的计划 对三体人很有威胁 质子承认控制了飞机 想劝降老头 还加以威胁 质子会一直监视老头 影响老头的视觉 直到老头死去 与此同时 黑仔和城景 使强来到郊外 那里爬满了数不胜数的飞虫 史强鼓励两人 人类讨厌虫子 一直想消灭虫子 也用尽各种手段 但现在虫子 还是活得好好的 史强倒里微久 就那些顽强不屈的虫子 两人微微点头 终于振作起来 三体第一季倒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点赞支持一下 我是登登 我们下期见